日本圣钢马拉松的赛事 吸引了世界各地超过7000人士报名参赛 而身为友好城市的华联市公所 也派出了代表应邀参赛 并且和圣钢市长内管帽合影留念 除了表达感谢日方的协助和热情招待之外 同时也传达了华联市长魏佳燕的问候 并且圣邀圣钢市的朋友们 也能够来到华联市参加马拉松的赛事 1 2 3 华联市公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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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圣钢马拉松赛事 吸引世界各地超过7000人保名参赛 身为友好城市的华联市公所 也派出了市民代表应邀参赛 沿途穿越旧岩手银行 开运桥 御守湖 纳石川 红砖补物馆 圣钢八番宫等等 当地的风景名胜和地标 而其中全马代表选手黄盛杰 除了在终点前高举国旗重现完赛 也打破了自己的最佳纪录 华联市公所派出的四名代表 全都成功完赛 全马选手黄盛杰表示 在比赛中看到如此多居民热情地为选手加油 感到非常感动 这场赛事就像是一场全民运动 而林佳林则表示 赛事当天的天气相当舒适 路段的安全控制也十分到位 赛道跑起来感觉非常出色 至于陈恩免及邱玉婷两人 则对于日本办理马拉松的方式感到赞许 希望未来双方能在赛事中多做交流 而在赛后 华联市的代表们除了向内管帽市长表达感谢 同时也传达华联市长卫家燕的问候 带着华联市公所举办的2023太平洋众谷马拉松的衣服 毛巾及华联名产 要送给圣纲市长内管帽 而日方除了回证伴手礼 也允诺未来有机会 不仅会派员来到华联参加赛事 也会带来更多的交流 记者徐立芹 华联市报导